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不动产的市场 2023年台湾的不动产市场 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消息 就是在1月10号的时候 立法院三读通过 并且在2月8号的时候 公布施行的这个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案 这个案子的修正呢 其实对于不动产市场 有相当重大的一个影响 当然我们都知道 是为了健全整体房市的一个交易的秩序 然后达到国人的购物权益 以及居住正义的目的 所以才通过了这一项的修正案 先前我们在其他的集数呢 也跟大家探讨过 房地合一2.0课税相关的影响 究竟在平均地权条例 修正过后搭配 房地合一2.0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本期节目 特别邀请到了税务方面的专家 也就是KPMG 安侯建业税务投资部的 张智洋会计师 Yan 邀请会计师呢 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究竟在这个平均地权条例 修正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哈喽Yan你好 嗨Peter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Yan 很高兴跟大家又在线上见面了 是的确 其实Peter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不动产市场 其实一直都是台湾人 在投资的时候选项的一些优先选项 因为相较于 大家可能比如说投资股票 那股票会有一些波动性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大致到去年到 甚至到今年股市的一些波动比较大 那甚至受到一些所谓的这个肺的这边 在做一些利率调升的一些动作 所以导致股市其实状况不是太好 那不动产的优点在哪 不动产的优点 其实原则上不动产是个相对抗通膨的商品 那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 一般来说它的稳定成长会随着市场 或者随着这个通膨的情况 它会稳定成长 所以一般对于投资人来讲 它是一个相对稳健而且保本 那当然不动产 这个相对不利于变现的一些情况 但是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 不动产还是一个相对吸引力很大的一个商品 所以这次平均低权条例 的确我们看到内政部这边 的确是算是下了重手 那很多限制其实也的确影响到了 不管是一些投资客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高资产的个人 在做一些资产配置的安排的时候 的确都会受到影响 是就是因为房地产对于我们的意义是这么大 而且它又是一个总金额非常高的一个物件 所以平均低权条例这一次的修正 我们想先请一样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有没有哪些重点是大家必知必看的一些重点 没问题 其实这次平均低权条例的修正大概就是五大重点 那我想大家应该也不会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 那之前在这个修正案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如果印象 我们另外一个会计师Rick跟我又赶快先录了一集 这边跟大家报告有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边再跟大家再复习一下 就是说这次五大重点其实就主要是 第一个对于预售屋或新建成屋的这个合约的部分 有一个限制换约转售的一个动作 所以原则上如果将来你要投资预售屋 那以后你除了这个配偶你的直系血清 或二等轻以内的旁系血清的话 或者是说其他有这个在这次执法里面公告 你可以申请转让的一个项目的话 不然的话原则上你是不能转让的 那如果你有违规做到转让的话 建商会被罚 所以这个建商将来就不会协助你做这样的换约的动作 那再来是说 因为过去大家知道在这个不动产的交易市场上面 很多这个包含建商或者是代销公司 为了营造这个不动产热销的一些情况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相对这个接近炒作的一些营销的行为 那现在这个罚链其实为了避免这种不动产的这个炒作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针对如果有这样炒作的情况 操纵交易或者是一些虚伪交易的安排 那或者是一些市场垄断的一些情况的话 他会有一些处罚 那最高甚至可以罚到5000万 所以说在罚已经相对高 不过这个影响的对象大概比较不会是一般民众 他针对的是不动产的销售的单位这样子 那当然他也建立了所谓的检举奖金的制度 所以将来民众如果对于说 刚有发现说这个有这个建商有这样的炒作行为 或者是说有人违反了这个现在实价登陆的一些规定的话 是可以跟各地的县市政府检举的 所以如果有确定有查到是真的的话 那你就可以达到一笔检举奖金 再来是说对于司法人的一个购物的一个管制 那司法人讲白了就是其实就是一般公司 那因为在这个概念上面 他们觉得说公司去取得住宅是不合理的 因为你公司经营上面你可能需要商办 你可能需要厂房 但除非比如说你要作为这个员工宿舍 不然的话你不需要去买住宅房 对好像是这样 对所以他对于这个公司去购置住宅房的部分 他就要做一个管制的动作 那纵使你符合他可以取得住宅房的条件 你还是会面临到一个取得以后五年不能转让的 不能再移转的一个限制 那最后一个其实他有点配套 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到预售屋的一个换约的限制 那他也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这个预售屋 如果解约的时候 他现在要建制一个系统去做到申报登录的动作 那原因很简单 这个你在前面管制说你不能做换约转让 那他就要有一个机制是可以去核实说 有没有这样的换约转让的一个动作 所以他有一个登录系统 现在会建制这样子 是刚才让充分的说明分成五大重点之后 我听起来初步认为似乎在预售屋方面的限制加重加延了 好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所以预售屋这块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这次平均地权条例在修订修正的时候 一个最关注的重点 当然因为我想他既然提到说 这是要维护这个民众居住正义的部分 那各位看到前阵子有些不动产相对 比如热销这个建案一推出来 就全部销售一空这样的情况 其实概念上在推出的时候 都是一个预售屋的情况 那如果说预售屋有这样子的炒作行为的话 的确会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这个购物的权利 因为你去买的时候发现 怎么前面都已经预约完 或者是跟你说这个只剩下一户 要不要随便你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有的时候就我们 这个大家知道 因为实物上的确会有一些 建商跟一些投资客 他们会有一些 这个过去一直以来的合作关系 比如说这个案子出来以后 就有些投资客 他或许可以优先先取得一些 预约的权利啦之类的 所以的确对于这个市场来讲 预售屋的买卖的确会造成 一般民众如果你要购物的时候 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相对的政府在这次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就针对预售屋的转 让这件事情也特别做出了限制 那各位如果对于预售屋的买卖 这件事情觉得 这是怎么样的状况 就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实物上如果有听过的话 就是预售屋买卖其实叫做红单买卖 红单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建案的一个预约单的概念而已 它其实就是说 一个权利就对 它是一个权利 它其实只代表了一个权利 它不代表你已经买了这个房子 它只是说你看了这个房子你喜欢 所以说你要希望能够有个优先的购买权 就有点类似把它定价来 所以你就是付一笔定金 按照你跟建商的契约 配合着这个施工的期程 它就会在第一笔款 定金付了以后 第一笔款什么时候支付 第二笔款什么时候支付 那到了交屋前的时候 它会这个让你去办房贷 然后最后尾款拨下来的时候 去做交屋的动作 好这样子的交易形态 你就听到一个重点 其实是如果它是投资在这个预售屋的话 其实它在一开始 它只需要先支付一笔定金 相对的金额就会小很多 所以对于一些投资客来说 尤其他如果是资金调度上 不是说资金那么庞大 或者是说它其实有 比如说用A案去养B案的一些状况的话 其实它可以用比较少额的资金 去看有没有机会赚取价差 那配合着刚刚讲的 一些营销的手法的时候 它现在取得的成本低 它可能隔一小段时间之后 这个整个市场价格起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用一个相对高的价格 去做一个转售的动作 简单说比如说 它投了10万块的定金 那隔了三个月之后 市场上这个物件很抢手 所以它可以用100万去跟他说 你想要买的话 我这个100万转给你 所以他就中间赚了个90万的差价 所以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相对速度比较快 而且这个也比较 这个讲获利的部分 他或许也可能比较可观的 一个投资的方式 另外对他来讲资金也比较没有压力 因为一般不动产的投资客 他不太可能全额购房 就是他不可能全部 自备资金去买房 所以他一定会去利用到房贷 或者是其他贷款的方式 那对于投资客来说 如果他买了一个不动产成屋的物件 那他就面临到一个风险是说 因为一般大家知道房贷会有所谓的宽限期间 跟开始偿还本金的期间 那他如果在宽限期 没有顺利的把这个不动产转手 卖出或者是市场价格忽然波动不好 价格跌了 他不愿意赔售抛售的话 他就面临到如果开始要偿还本金的时候 他的资金压力就会变得很大 所以对于很多这些 这个投资客来讲 当然相对在投资预售物来讲 他相对的这个诱因就比较高 那所以他这一次限制之后 其实原则上就是让这样的转售行为 不能发生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除了他是配偶或直系亲属 或二等亲内的旁系的写亲以外 原则上就是家人之间 家人之间你们可以去移转 或者是说这个当事人 比如说我买了预售物 结果不小心发生意外走了 我的小朋友继承这个预售物 那当然这个继承是因为 这个法律关系 所以产生了所以没有问题 那不然的话 这几个是不用申请就可以做转让的 那除非说你有其他几种情况 包含说你这个买了预售物之后 你有因为非资源的原因 所以失业达到六个月以上 或者是说你本人或你的家庭成员 这个因为你有重大伤病的情况 需要做到全日照 或者可能要六个月以上的一些所在慢性疾病 那或者是说你发生一些重大变故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车祸撞到人 你需要赔一大笔钱 那结果导致你没有办法去付到 后面的一些款项的部分 你才能够去跟这个政府这边去申请说 我这个预售物必须转让 因为有这些特别的原因 所以我已经没有办法负担了 所以我必须要转让 但他也为了避免说 这个实务上就会有些人利用法律的一些漏洞 去做到操作 所以他还甚至他加了一个规定就是 两年内你只能够这样去申请转让一户 所以这原则上就是针对一般人 如果你真的因为这些重大变故 导致你预售物负担不起的 必须转让他让你转 那除了这样的情况 原则上他就是不让你转让预售物 是所以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制 然后在数量上也有一个限制 听起来这个红单交易的部分 在预售物的规管变得严格很多 那我也想好奇请教一下 就是让我们现在手上 我相信应该有蛮多人 有这个预售物的投资 所以这个限制的范围 到底是不是已经成交的 他会有数据既往的情况吗 OK 这个大家倒比较不用担心了 因为这次内政部在修法的时候 就再三跟大家强调说 不会有一个塑及既往的动作 那当然相对就会有些杂音出来说 那你如果不塑及既往 不就等于是开一条后门让他走 但换个角度是 法律在修订的时候 他必须要维护一个社会的安定性 简单的说 就是如果现在已经买了红单的人 但是这个法令出来以后 又要去追溯说你也要试用的话 就会导致一个情况是 我在投资当下的时候 因为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我要不要去承担这样的结果 这个时候你忽然间说 你以前已经买的人也要 所以你也要试用 也要试用的话 那会导致市场变得更乱 是一定会有一波抛售草 那肯定会有一波抛售草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原则上他就是要让他不会追溯 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会追溯 不过这边还是要趁这个机会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 因为前年的7月 其实房地合一2.0的部分 已经正式上路 法令也执行了将近快要两年的时间了 那预售物其实在2.0版的 房地合一税的时候 就已经被纳入来 跟房地合一税的范围一样 而且一般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假设你真的是投资的话 你不会持有太久 因为你不会去想要付第二笔 第三笔 甚至尾款的部分你不会去付 所以大部分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就去把它做到转让的动作 可是现在房地合一税的概念 就是你只要是两年内转售 你中间赚的价差 你要科的是45%的所得税 如果是两年到五年 你中间的价差是科35% 5年以上才是20% 但实务上几乎不会有预售物 除非他工程延荡 或者是发生一些违约的情况 不然不会有预售物到5年以上 还没有交屋的 所以原则上你就是会面临到45% 最低可能35%的一个所得税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考虑 而且交易的30天内要去跟国数局做申报 因为它跟不动产不一样 它跟不动产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不动产因为有货户登记 所以代数会去提醒你 但是鸿丹的部分 因为建商如果没有提醒你 或者你自己忘记的话 你有可能忘了申报 这个会涉及到漏报漏税 会被处罚 所以这个大家特别小心 那在这个预售物 我们探讨过了之后 看起来预售物的限制 确实是相对比以前都很多 那另外刚才漾也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司法人在取得住宅不动产的时候 也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但对于一般听众 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 司法人取得住宅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修订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漾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吗 OK没有问题 那如同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大家在讲五大重点的时候 提到公司取得住宅房的这个部分 那就像Peter你讲的 对一般来讲 比如说一般的寿星阶级 我自己不会有自己的投资公司 所以我也不会去考虑说 要不要用公司去取得住宅房 那这个影响的层面 相对是在比较高资产的个人上面 那因为对于高资产的个人来说 这些不动产如果个人直接买 那因为不动产 如果他买的相对单价比较高 不动产衍生的费用 除了登记自用住宅的房贷 这个利息可以做 个人所得税申报的扣除以外 其他不动产的费用 包含他的折旧 包含他的装修 包含他的一些地价税 房屋税的税费 甚至是你的管理费 你的水电瓦斯费 但你个人申报 综合所得税的时候 原则上都没有扣底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由公司来持有不动产的物件 我们刚刚讲的各类费用 就会变成是公司取得资产而发生的必要费用 这样公司在申报他的盈利事业所得税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些费用报进去 相对的如果他的投资公司有其他投资 不然他可能投资股票 他可能投资基金 或他投资的不动产有出租 有赚到租金收入 他的收入就可以跟这些费用 达到一个护底的效果 所以他在所得税上就会有一定的好处 那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有些公司在经营上面 他会有一些闲置多余的 不要说多余 但是他也在闲置 暂时不会有急迫使用的一些资金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一些资金运用上面 他如果可以拿去投资这个不动产 后面还有一些业外的一些获利空间 所以资金调度上面 他也相对有弹性说 我拿公司的钱去投资 我不用把公司赚的钱 用股利分配的方式 给股东先去缴税 然后股东缴完税的钱 再去买不动产 所以对他来讲 就有一些资金调度 跟税负上面的一些好处 甚至是说 对于很多高资产的人士来说 他们最大的困扰 有时候不完全只是在税上面 他们比较烦恼的问题 其实是在他取得的这些庞大的资产 将来怎么样顺利 而不发生纠纷的交到下一代的身上 那不动产因为 假设比如说 他名下好几间 他可能两个小孩 他要怎么把这些不动产 分配在这两个小孩子身上 有时候他会担心 有没有公平性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名下我有三间房间 我有一个在信义区 一个在土城 一个在苗栗 那当然没有歧视的问题 但是我们以价格 以市场价格的分配来讲的话 大家应该会想要抢信义区的那个房子 对没错 那这样后面的部分就变成是 他要怎么找补 要怎么样两个 让他的两个小孩子去 觉得这样是公平的 有时候这样他就会觉得很麻烦 或甚至是容易有纠纷 这个时候如果不动产放在公司里面 公司的股权 我让他变成比如说两个小孩子 一人一半 各百分之五十 那是不是其实两个小孩 就是共享这些不动产的利益 就没有谁拿哪一间公不公平 未来的增值空间大不大的问题 所以透过法人来持有不动产 对于这些高资产的个人来说 不但达到税负减省的一些效果 达到资金运用弹薪上面的安排 也达到了未来传承上面这些便利性 实物上当然政府 站在这个修法的角度上面 他的概念其实是希望能够抑制 房价的上扬以及这个 避免这个房市的操作 但是对于很多高资产的个人来讲 他的不动产投资有的时候 其实不是短期要买卖的 他其实就是 他有些资金 对他是长期持有的 他可能是要住的 或者是他先安排好 我先买好 我以后的每个小孩子就一人一间 这个要住都有地方住 甚至是说 他可能是长期在稳定收租的 那所以这个限制限制下来之后 除了一些包含是说 你如果这个公司是因为 他是资产管理公司 所以他因为不良债权取得抵押品 去登记到的住宅 或者是说因为 他是因为这个合建 或围绕都市更新 去取得了住宅 这些有些是不用经过申请 有些是经过申请 可以核准以外 一般公司如果你现在在这个修法以后 要去取得住宅房 除非你是买来当做员工宿舍的 但是这个会去看你公司多少员工 可是不过一般投资公司 各位如果了解的话 顶多就是家人一两个 作为公司的员工 所以这个员工数 跟他想要的投资数量 可能显然就会有不相当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要用员工宿舍 顶多就可能可以申请一户 甚至申请不到 因为人家可能觉得说你怎么会买一个豪宅 来当做员工宿舍 不太合理 那另外一个说 除非说你这间公司的经营项目 就是一个有规模的一个租赁业 就是你在同一个这个建案里面 你有取得五户以上 那你一个五户同时出租 所以你是经营上面需要去取得 这个工后续出租的一个物件的话 原则上他可能会让你申请通过 那其他少数级的状况 包含这个卫生福利机构 要去取得使用 合作是要买来供社员使用 这个跟一般民众就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就只有这些项目 他原则上现在核准 其他的原则上他现在就是不会核准 所以将来在这个司法人取得 这个公司取得住宅房上面 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在样子这样完整的解释之下 我觉得大家对于平均地权条例 这次的修订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在法令全面生效之前 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住宅的移转 有一些想法的话 让你觉得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务必注意的地方 OK没有错 因为的确最近我也蛮多客户 在跟我们讨论这件事 因为刚提到 不动产持有在公司这边的一些好处 那有些当事人原本还在观望 那现在糟糕 法令马上就要生效 所以现在有点急着 要赶快做移转的动作 好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 大家的心态会有是 我只是把我自己名下的不动产 转到我公司的名下 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 左手换右手的一个想法上 但是价格的设定上面 这边就要很小心 有人想说 我只是自己转给自己 应该把价格压低一点 因为像我金流可以准备少一点 那我可能会发生的税负 可能会少一点 但是实际上现在因为 有实价登陆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如果明显偏离行情 去做到这个不动产的转让的话 国税局是有可能以实价来认定 你应该要这个设定的价金 那各位知道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不动产的移转 在两年之内 你的获利要加45% 两年到五年要加35% 要五年以上才是回到20%的税率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就要去关注几件事情 你现在做的移转 除了刚刚讲到的价金设定以外 第二个一定要去先把税负评估好 不要说你现在缴了大额的税金 而且不动产转让 还有另外一个土地增值税 也是你必须要考虑的 所以不要说你现在缴了大额的税金 结果你后面节省到的税 或甚至是达到的一些将来传承的一些好处的效益 还没有这次你缴税的金额来的高 所以这就是要去充分评估 那当然一般人如果你对于这个不是很了解的话 你可能就找你熟悉的会计师 对这个方面比较熟悉的一些专业人士 去帮你做一些建议 我想还是要 虽然时间已经很赶了 的确因为他这个公告期限只到5月15号 所以他接下来就是会去搬去行政院这边 去决定什么时候去施行 那所以时间的确很赶 但是在很赶的过程中间 还是请大家务必要去做好你该做的评估 不要先做了以后最后还在后悔 是在样的充分解说之下 刚才他提到的平均地权条例的五大修订重点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听得非常仔细跟明白了 所以在消化之余 如果你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相信这个样会是你非常好的一个咨询的对象 相关的不管是房价也好 或者是税付上面的一些变化 样应该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充分的一个解说 今天非常谢谢样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深度的意见 谢谢样 谢谢谢谢Peter 谢谢各位听众 有机会我们随时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KPMG知识音浪节目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